4月9日,62岁倪平现身某综艺节目引起关注,画面中她似乎瘦了不少,身上的蓝色上衣都有点撑不起来,看起来头大身小四肢非常纤细,因此引起不少网友对她身体的担忧。 据悉,1999年,倪平与前夫王文兰刚出生4个月的孩子被检查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,医生告诉倪平孩子要想根治必须要远去美国。 随后,倪平在04年辞去了央视的工作,而这时王文兰也与她正式离婚,无依无靠的倪平独自一人照顾儿子十年才最终痊愈,此前她还一度因压力过大而体重暴增,甚至到了走路都要人搀扶的地步,着实令人心疼。 如今倪平也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,希望她能注意身体开心幸福的生活下去。